特斯拉准备在上海再建新厂 继续压住中国电动车的未来 这步棋走得险不险 股东大会的时间定了 拆股一眨眼也不远了 马斯克收购推特有了新的进展 明天美联储的一席会议万众瞩目 现在后看财富不断 这昨天特斯拉向上海的政府 以及临港官方发信表示感谢 尤其是疫情期间的支持 给特斯拉提供了6000名员工的交通 还提供了封闭式工厂管理等这种选项 保证特斯拉可以尽早的复工复产 并且特斯拉准备在临港建立第二个工厂 新工厂的计划年产能是45万台 特斯拉现在在中国的预计年产能 可以达到100万台 平均下来每周是22000台 加上了新的工厂 产能等完全达到复合 最终年产能可能达到每年200万台 我知道我们频道不少观众还有部分的股东 是很不支持继续在上海拓张的 别说扩张了 就连现有的都想赶紧喊着搬走 经常可以在评论区看到这些留言 他们出于风险的考虑因素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次特斯拉在上海不但没有减少风险 反而再压住double down建新工厂 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理解的 我的想法是特斯拉和上海是互相依存的 起码过去和现在都是 如果没有上海工厂 那么几年前特斯拉真的就离倒闭不远了 也正是因为有上海工厂高效的建厂效率和造车效率 加上成熟的上下游的供应链 特斯拉不但起此回生 也得以在其他市场有着优势 不仅如此中国的电动车市场的体量就摆在那里 你再怎么不喜欢生意还是要做的 那么对上海来说同样也少不了特斯拉 它带动了整条的产业链 从电池车身到电机座椅灯泡螺丝 大大小小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很完善 这些产业链不光可以服务特斯拉 也可以服务于其他的车企 不然那些新能源车企怎么崛起的这么快呢 不光如此 特斯拉还给上海政府贡献了不少的税收 所以也不要把谁离不开谁 就怎么怎么样的话老挂在嘴边 这个世界上本就不存在 谁离不开谁就会怎么样 地球都会照算 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共赢的关系 有朋友说 那你看过其他的例子吗 什么三星谷歌都没有好结果 确实历史是这样的 也确实发生过 不过你我能看得到 马斯克他也能看得到 然而他选择做了这个决定 必然有他的考虑 起码在当前的形式下 这应该是最有利的选择 未来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 也没有必要一口就咬个死 一定会发生什么 等发生了再说嘛 我很喜欢马斯克的一句话 就是trying to be less wrong over time 我们一辈子就需要做的事情 是犯的错误越来越少 下面让我脑补一下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做这样的决策吧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已经很成熟了 从上下游的供应链到整车 甚至到开发等等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加上临港出口是非常的方便 对全球的布局有着深刻的意义 其次 这不德国和德州超级工厂 刚刚开业吗 德州咱就不说发展 就算还可以吧 德国那个超级工厂费了多大的劲 才拿到了许可 整个厂的建造时间也是慢的令人发指 左拖右拖 可算开业了 虽然没有什么新闻爆出来 我个人猜想 进展应该没有想象的顺利 老马估计心里也在骂 你们就这么大力的支持我们 弄点野生动物冬眠 能让我把整个森林都给你迁移了 弄点水资源保护 让我自己开条河 什么都得我自己来 你在这刷我玩呢 一想起上海啊 那真的是从上到下的支持 开绿灯减水时候 要地也能拿到地 人工素质也高 干活效率也好 怨言也少 生产起来呢 效能又高效又节能 上下游想要什么 基本上都可以很快的拿得到 这次疫情啊 还专门开通了特殊空道 让我们提早的复工复产 这要换成德国鬼子呢 不知道又要卡我多少个月 再加上中国的电动车市场 这么大还没有覆盖 我为什么不在对的地方 多下注呢 我在旁边建个二期 说不定几个月就完工了 加上国内的超快的 这个生产建厂效率 保护其到时候 德国那边的产能还没起来呢 上海第二个工厂 都已经可以造车了呢 再加上啊 未来还有这个Robotaxi的车型 我能指望德国人吗 这还得靠咱们中国人啊 要想着完成这个特斯拉的版图 上海的产能呢 是必须要扩大的 不排除啊 将来产能可能比预估的 200万台还要高 大家别忘了 特斯拉手里还有很多的现金 放在手里不花呢 也是贬值了 还不如多搞点实业 起码还可以符合自己的 长远的愿景 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以后再说 起码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 这应该是最符合逻辑 最优的一个决定 以上呢 只是我的个人的臆想 不代表特斯拉和马斯克 不知道各位朋友 你们怎么看呢 马斯克呢 也是换了新头像啊 昨晚和他妈妈 一起去参加这个舞会 从状态来看呢 精神抖擞和妈妈 两个人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的可爱啊 看着他这个俏皮的样子 应该是推特的事情 有了新的进展 最新消息称啊 马斯克计划 将推特私有化之后 未来呢 继续上市 大约时间线呢 是三年 这样呢 就打开了很大的上升空间 促使更多的投资者 愿意帮助他 一起完成这笔收购 上期视频 我们提到了 有一些PE 还有一些机构 都收到了邀约 可以和马斯克 一起完成推特的私有化 咱们频道的一个朋友呢 也是PE的 也给我看了他们的offer 感觉也是不错的 这不老马 也是比较想完成这笔收购吗 也说了 不会再卖特斯拉股票 所以呢 我觉得老马应该也是比较心急 想把这件事情赶紧完成 火星哥也发推特说 当马斯克进军网上支付 他改变了世界 这里指的就是PayPal 当他进军电动车 他改变了整个车企 这里指的是Tesla 当他进军航天业时 即便附带的衍生品 比如Starlink 都可以改变生命 那么这次 他对社交媒体 会有什么影响呢 马斯克回复道 推特有着非常大的潜能 去变成世界上最让人信任的 最包容万象的论坛 并且在这条推特下面回复自己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那些Bots 机器人 诈骗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全都给彻底的清除 这个到底是公开的观点 还是某个人背后操纵的 一个十万人的假账号 现在你根本无从得知 算法也必须要开源 任何的人工干预都需要被划清界限 在那之后才会有信任 不仅如此 他还发了一条推特 说谁给这些机构资金 来管控你获取信息的途径呢 我们来调查一下吧 并且回复自己说 Sunlight is the best disinfectant 太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言外之意 不管你是什么细菌害虫 正义和阳光总会照耀黑暗 下一个话题 股东大会新日期定在8月4号 地点在德州奥斯汀总部 6月6号是作为股东的截止日期 就是说如果你想参加股东大会 被判定成股东 或者想去投票 需要在6月6号这个时间节点 才持有特斯拉股票 才算股东 8月4号将会是决定拆股的日子 大家记住这个日子 下面聊两句大盘 昨天视频说了 标普收了一个长脚的下影线 有着见底的意思和形态 感觉是像把止损单给打掉 然后快速的拉起 然后我说需要快速的脱离 这个颈线的危险区域 才能确认底部 今天标普是收率了 0.48% 算微涨吧 盘中一度涨的还行 然后后来又有点震荡 算是符合预期吧 然而美中不足的 就是反弹的力度不够 甚至偏弱 没有突破重要的阻力区间 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就好比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 你没做关键的事情 那么就很拉垮了 要么说明这个位置不是很关键 要么就说明此刻你太过虚弱了 危险的区域需要尽快的脱离 否则就夜长梦多 不过明天就是FOMC宣布加息的结果了 市场都在等待这个事件上的新闻 所以到时候怎么走 也是无从得知 希望是可以走出上次的市场的走势 就是靴子落地 不确定性没了 然后开始大幅的反弹 不过看一眼 这个CME对明天会议的加息的概率 我有一点小懵 加息75到100个基点的可能性 在99.8% 50到75基点在0.2% 我都怕我自己看错了 但我一看是 这是CME的数据 这个就感觉有点tricky了 我印象里25个基点算符合预期 50个基点算惊讶 现在75个基点算高概率事件 那这明天美联储的决定 在公布后 市场估计又是一阵翻云覆雨 这个真是宝宝年龄小 可是没见过 大家切记要降低风险 不要情绪化操作 明天我们再来看看 这次美联储到底是砸盘 还是再次救一救孩子呢 看完再赞 涨跌美联储说的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